喂,是派出所吗?我要报警。 2015年5月19日,武汉市洪山区洛南派出所接到一起特殊的报警电话,报警人称自己在2011年进入武汉大学学习,现在临近毕业,却发现在学信网上查不到自己入学的学籍信息,并且自己的辅导员也联系不到,读了四年的大学,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没有学籍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,2011年暑假,家住广州的张鹏刚参加完高考,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即将踏入的大学生活。 只可惜,他的大学梦在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,不幸破灭,望子成龙的父亲对张鹏的失望至极,接下来的日子里,张鹏一家笼罩在一片阴霾中,就在张鹏还在因为落榜而抑制消沉的时候,一天,笑容满面的父亲回到家对张鹏说, 儿子,你可以去上大学了。 原来,这天张鹏因张鹏高考失利而感到愁闷,外出和一位熟人喝酒消愁,酒席间就开始诉苦,自己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,供他读书,给他花钱补习功课,最后连大学都没考上,这个熟人就安慰了几句。 思索片刻后说道,我有一个门路,说不定可以让张鹏上大学。 张鹏一听连忙说道,老哥,你可得帮帮我啊。 这个熟人给张鹏父亲介绍一个同乡男子,名叫陈东,据陈东说,他有办法可以可以让张鹏上大学,陈东拍着胸脯说道, 看在熟人的面子上,你给我十五万,我把你家孩子弄到武汉大学。 十五万可不是个小数目,张鹏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,但转念一想,陈东是熟人介绍的,又是同乡,再说了武汉大学可是好学校。 贵点也有道理,听对方一席话之后,张鹏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问了陈东,你的门路靠谱吗?有没有毕业证? 陈东连忙说道,自己收钱办事,绝对靠谱,和普通的统招生一样,有毕业证。 就这样,张鹏花了十五万,给张鹏买了一张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拿着这张价值十五万的录取通知书,张鹏于2011年的9月15日美滋滋地去武汉大学报道, 看到这里,有的人就忍不住想了,武汉大学是我国的知名学府,一直都是按照统招本科生的方式进行录取。 怎么可能花十五万,就可以买一张录取通知书,这是一场显而易见的骗局,张鹏也对这一张录取通知书的真实性心有怀疑, 但是,高考落榜对他的打击,以及武汉大学的诱惑力,打乱了他的判断力, 他的大学四年处处透露着与别人的与众不同,每当他询问陈东时, 陈东都是搪塞过去,直到最后,他才幡然醒悟,张鹏回忆起自己的大学四年, 确实有很多古怪的地方,现在看来,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, 首先是入学,张鹏带着陈东给他的录取通知书和行李来到了武汉大学, 陈东也是陪着他一起去报道的,当时,学校外面人山人海的都是学生, 张鹏刚想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道,就被陈东阻拦了, 陈东表示行李太多,张鹏拿着行李不方便, 自己去替张鹏报道,让张鹏在外面等候, 等陈东出来后,便带着张鹏来到了武汉的一所军事基地, 说是在这里进行军训,张鹏也随之见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五名同学, 他们都被分到了精管六班,几天过后, 又陆陆续续来了接二十位和他一样的同学, 他们和张鹏一样都是精管学院的, 并且只有他们在这里进行军训, 当他们提出质疑的时候,陈东说道, 你们的入学渠道不一样,单独进行军训也是为了你们好, 就这样,一局入学渠道不一样赌回了他们的疑问, 为期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, 在陈东的带领下,张鹏正式进入武汉大学进行学习, 在这里,张鹏见到了自己的辅导员王杰, 王杰给他们几个人开了一个会,会议很简短直白, 王杰向他们收取了一整年的学费一万五千元, 以及住宿费三千五百元,总计一万八千五百元, 事后张鹏想起来才说道, 当时感觉这个学费有点贵,一般的公办大学一年学费不过五六千, 起初,当时和张鹏一起的几个同学也有一些怀疑, 可转念一想,自己毕竟是没有达到分数线上的大学, 心里也想着花点钱也是应该的,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 而且他们觉得武汉大学是重点名牌大学, 贵点也有道理, 就这样,他们陆陆续续把一万八千五百元转到了王杰提供的账户里, 王杰就给他们分配了宿舍, 张鹏和其他五名同班同学被分配到了一处特定的宿舍, 在到达宿舍楼的时候, 张鹏他们就发现这栋宿舍楼并不是本科宿舍楼, 而是博士生研究生宿舍楼, 他们当时只是感到新奇, 虽然花了三千五百元的住宿费, 居然可以和博士生学霸住在一起, 可是在进入宿舍后, 他们发现所谓的宿舍更像是一个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杂物间, 里面不仅积了很厚的一层灰尘, 还存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, 刚刚还感到新奇骄傲的心情, 瞬间就宿舍的景象给扑灭, 张鹏他们只能按捺住心中的烦闷, 任命般地开始打扫寝室的卫生, 张鹏他们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才把寝室收拾好, 紧接着王杰就给他们分发了课本, 并带着他们去了教室, 找到班长, 辅导员王杰对班长说道, 他们六个是金融六班的插班生, 来得比较晚, 你给他们找一下位置, 安排一下, 交代完, 王杰便走了, 只留下班长和张鹏几个人, 留在原地大眼瞪小眼, 班长一头雾水的给他们在教室里找了位置, 还给他们发了一份课表, 就这样, 张鹏就正式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, 武汉大学作为一所双一流高校学风演解, 很多老师会在上课前进行点名, 以防学生逃课现象出现, 张鹏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发现, 老师点名从来没有他的名字, 不仅是他, 他们寝室的其他五个人的名字也没有, 于是, 张鹏在老师点名结束后, 举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,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, 老师表示自己手中的点名册并没有他们的名字, 这个时候, 张鹏还以为自己刚刚来, 辅导员还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加到点名册上, 可是, 随后的几天, 无论是哪个老师上课点名, 都没有他们六个人的名字, 每个老师对于张鹏他们的疑问道表示点名册上并没有你们的名字, 下课后, 张鹏他们六个便找到了王杰, 询问为什么点名册没有自己的名字, 王杰则敷衍地说道, 可能是点名表打印错了, 把你们的名字漏了, 当张鹏还想继续追问的时候, 王杰不耐烦地说, 没关系你们上课就好了, 有什么事, 还有我这个辅导员顶着, 说完, 便把张鹏他们赶了出去, 除了点名册的事情外, 还有一件事也让张鹏感到不解, 他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, 见到其他同学很多都是使用饭卡消费, 而自己并没有饭卡, 每次都只能手机或者使用现金, 当他们询问同学饭卡怎么办理时, 同学一脸疑惑地表示是报名事发的, 除了饭卡还有学生证, 张鹏他们都没有, 因此也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进入图书馆, 于是张鹏他们再次找到王杰询问自己, 为什么没有饭卡和学生证时, 王杰还是很敷衍说, 有没有饭卡又不耽误你们吃饭, 学生证借用别的同学的也可以进入图书馆, 说完之后, 王杰看张鹏他们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好打发, 又说道, 你们自己也知道都是通过特殊渠道招进来的, 所以没有这些很正常, 也不用太在意这些细致末节好好上学才是最重要的, 听到这话, 张鹏他们也想到了自己的上学途径比较特殊, 也就不再追问王杰, 就这样, 张鹏他们像其他学生一样在学校里学习生活, 时间一晃, 第一学期即将结束, 所有人都在为最后的期末考试奋斗, 张鹏他们也不例外, 等到最后的期末考试的时候, 他们发现, 班长发的考场安排并没有他们的名字, 还没来得及细想, 王杰便给他们发了通知, 安排了考场, 王杰安排的考场只有他们六个, 没有和其他同班同学一起, 不过, 他们虽然有些奇怪, 转念一想到自己是特殊渠道入学的, 也就打消了这份疑惑, 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, 他们依旧每年向王杰缴纳185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, 依旧没有发卡和学生证, 每到学期末都是进行单独考试, 甚至后来还在大二的时候, 王杰让他们搬出了宿舍, 租房居住, 理由是学校的安排, 在此期间, 即使感到很不对劲, 他们也都以特殊渠道入学来说服自己, 时间一晃, 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, 虽然张鹏对四年里的特殊对待早已习惯, 但是, 其他同班同学愈发感到不对劲, 张鹏他们不仅不用点名, 没有犯卡和学生证, 并且也不需要担心挂科考试, 连作业交不交也无所谓, 对此, 班长也向其他老师询问过, 老师表示, 他们可能是参加成人高考或者戒读, 与普通的统招本科生不一样, 直到有一天, 班长在逛论坛的时候看到一篇帖子, 说的是一种招生骗局, 这些被骗的学生往往没有学生证, 犯卡这些证件, 上课老师也不会点名, 不会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军训等校园活动, 看到这里, 班长想起来自己张鹏他们几人, 便把这个帖子发到了群里, 让大家警方被骗, 张鹏看到班长在班级群里发的帖子, 联想到自己大学四年的一系列不合理的事情, 感到有些事情在脑海中逐渐成形, 张鹏立刻联系自己的辅导员王杰, 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他, 这个时候, 同寝室的社友发现在学信网上, 并没有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学籍, 直到现在, 他们明白才自己上了当, 张鹏赶快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, 说明了情况, 第二天张富就赶到了武汉, 与此同时, 张鹏他们联系到了一个名叫周泰的人, 他和陈东, 王杰是一伙的, 周泰否认自己诈骗, 并安抚到公司会负责的, 一定会为大家解决这件事, 就在张富接到电话后, 立刻联系了陈东, 要求陈东立即赶到武汉, 商议解决问题, 第二天, 陈东就到达了约定地点, 同时, 陈东还带来了一个名叫赵万成的人, 据陈东交代, 他与赵万成的同学林振山一起合伙做生意, 林振山是做文凭生意的, 称只要交钱, 什么文凭证书都可以办下来, 赵万成看到林振山办的证书就相信了, 又拉了陈东入伙, 不曾想, 两年后林振山就跑了, 无奈之下, 陈东和赵万成又与周泰, 王杰搞在一起, 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很清楚, 陈东他们这一伙人就是彻头彻尾的文凭贩子, 很快, 陈东和赵万成, 就被事先准备好的警察带走, 只剩下周泰和王杰二人逍遥法外, 当天下午, 张富又把周泰约到酒店, 周泰依旧否认自己的行为是诈骗, 自己从未承认张鹏他们是统招本科生, 只是说可以提供住宿, 让他们修一个第二学位, 周泰说自己是做自考生意的, 公司与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有合作, 在其他学校修一个本科文凭, 可以在武汉大学继续修第二学位, 获得武汉大学的毕业证, 但是前两年这个政策取消了, 随后表示自己还有办法, 可以帮张鹏获取一张其他学校的本科毕业证, 然后再报考武汉大学的研究生, 只不过还需要缴纳八万元的费用, 谁也不会想到, 到了这个时候, 周泰还在企图再正提一笔, 不过周泰的话, 现在谁也不会相信, 随后也被警方带走, 事到如今, 陈东, 周泰他们自有警方处理, 法律制裁, 张鹏他们最关心的是, 自己上了四年的学, 到底还能不能顺利毕业, 获得毕业证书, 于是, 他们来到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进行询问, 校方表示自己, 从未和周泰, 王杰所谓的公司有过合作, 并且校方招生办了解情况后表示, 在2011年的招生中, 并没有细分到金融这一专业, 这是按照大类招生的方式, 而张鹏的录取通知说, 是伪造的, 张鹏他们用了四年的时间, 花费了不下20万, 结果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, 陈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的实施犯罪, 并且四年没有被发现, 正是因为学生和家长法律观念淡薄, 投机取巧, 希望以后可以加强防止文凭诈骗科普, 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可以免受伤害, 高考落榜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, 不应该自暴自弃, 更不该投机取巧,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, 吸取教训。 费勇敢超, 点个订阅不迷路, 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